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聂娘三耳朵聂嘛 對不對 我就想開場 就是她在一個樹上 當她在樹上 她眼睛閉著一直聽 聽所有聲音的變化 結果她知道差不多 對了 現在過去很差 這個應該是在我大學時候就 在電影圈 進入電影圈的時候 就動面想拍了 然後我看了很多武俠片 然後我感覺時間都沒到 那時候一直感覺武俠很難 其實她本身就像個俠客 所以後來拍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困難是怎麼樣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 找到一個新的角度 去看武俠 去看傳統的古裝的感覺是什麼 那所以怎麼樣我們可以拍出一個 猴島心中的武俠片 這個是我覺得比較困難的部分 事實上沒有拍之前都很難想像到那個方向跟結果會怎麼樣 感覺到最後 因為你拍電影拍那麼久以後 你感覺還是 一個地心引力吧 逃不掉的 還是寫實吧 你再厲害也不可能超越這個寫實 它風來它自己的飄動 然後光線你就看那個光 你會選擇那個光線的走向 我的注意力都在這種 生活的狀態跟細節的變化 這裡面去找到那個底子 底色是那個 那個味道 他這個電影是很動人的 把每個事情變得真實 那我覺得這個是最困難的 尤其是古裝片跟武俠片 有的時候是好多東西配合 老天給了你這個 然後我們只是在等那個 那個時間裡面覺得那個氣流要開始變化的時候 我們就開機了 所以它就變成一個說話的那個畫面 不是運氣 不是偶然 其實是好像都已經發生過的概念 它變成純粹就是你自己本身對影像的 影像的一種指導吧 很多人都期待厚道拍動作片 那實際上他一直是拍個動作片 他只拍一個俠跟這個一個意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非常簡單的 但是意義很深的那種內容 去看猴島的武俠世界